好,现在我们要做华文练习 小朋友们拿出来华文作业本 我们打开第23页 好,今天老师要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生词 这里呢,有我们学过的生词 但是他们呢,有少了一个笔画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们少了什么笔画 然后我们写下来好不好 好,我们看看第一个 小朋友们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字吗 这个是山羊 我们先看山的字 山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呀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怎么写山的字 山的字先写树 树者 然后树对吗 那山的字少了一个树的笔画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树 好,然后羊的字 小朋友们还记得羊的字是怎么写的吗 老师,老师再复习给你们一次哦 老师再复习给你们一次哦 老师再复习给你们一次哦 第二的字,小朋友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吗 小朋友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吗 这个是公鸡 啊,公鸡 小朋友们还记得怎么写公鸡的字吗 我们先看公的字 公的字先写什么呢 先写撇那 然后撇折 然后什么呢 点 对吗 所以公的字少了一个点的笔画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点 会吗 然后我们看鸡的字 鸡的字先写什么呢 横撇 点 撇 横折 勾 点 竖折 折 勾 然后最后一个笔画是什么呢 是横 所以鸡的字少了一个横的笔画 所以我们就写横 公鸡 好,我们看下面的字 这个是什么字呢 是海虾 我们先看海的字 海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呢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海的字先写什么呢 先写什么笔画呢 先写点 点 提 撇 横 撇 折 横 折 折 勾 点 横 点 啊 海的字少了点的笔画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点 会吗 然后下的字 下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呢 我们看一看 下的字先写什么呢 先写 先写 树 横 折 横 树 提 点 横 树 点 啊 下的字少了一个点的笔画 对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个 点 虾 虾 虾 好 我们看下一个的字 下一个字是 母 牛 母 牛 我们先看母的字 母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呢 我们看一下哦 母 先写 遍 遍 折 横 折 勾 点 对了 少了一个点 好 我们写 点 然后 横 然后再少一个点 对吗 啊 点 母 然后牛的字呢 牛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啊 我们先看 撇 横 横 树 少一个树的笔画 啊 所以我们就写 树 变成了 母 牛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字是 鸭子 啊 鸭子 我们先看鸭 少了什么笔画 鸭的字先写什么呢 树 横 折 横 横 树 撇 横 折 勾 点 树 折 折 勾 然后 横 啊 少了一个横的笔画 所以我们就写 横 鸭 然后 子的字 少了什么呢 先看 怎么写 子的字 先写 横 撇 弯 勾 然后 横 啊 少了一个横的字 横 我们就写横的字 我们就写横的笔画 鸭 鸭子 然后我们看看最后的字 这个是 马儿 马儿 我们先看马的字 马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呢 马 先写什么呢 先写横 折 树 折 折 勾 然后 少了一个横的笔画 对吗 啊 少了一个横的笔画 所以我们就写 横 然后 儿 儿的字 少了什么呢 少了树 弯 沟 啊 树 弯 沟 马儿 啊 马儿 好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些字 连到正确的图 啊 等下我们读一下 然后就 把它们连在一起 好不好 好 我们看看第一个图 这刚才是 山羊 啊 我们看哪个是 山羊的图片 这个是山羊吗 是 所以我们把山羊的字 和山羊的图 连在一起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公鸡 啊 哪个是公鸡的图 这个是公鸡吗 是 啊 所以我们把公鸡的字 和公鸡的图 连在一起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是海虾 哪个是海虾的图 这个是海虾对吗 啊 啊 所以我们把海虾的字 和海虾的图 连在一起 好 现在我们看 下一个的字 这个是母牛 啊 哪个是母牛的图 这个是母牛吗 不是 不是 这个是母牛吗 不是 啊 这个是母牛吗 是 啊 所以这个是母牛 我们把母牛的字 和母牛的图 连在一起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字 这个是鸭子 啊 鸭子 哪个是鸭子的图 这个是鸭子对吗 啊 所以我们把鸭子的字 跟鸭子的图 连在一起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字 这个是 马儿 啊 马儿的图 是哪一个的呀 这就是马儿的字 对吗 啊 所以我们把它们 连在一起 哇 好了我们的练习已经做好了 小朋友们都很棒哦 啊 那小朋友们在家 不要忘记要写练习啊 小朋友们再见